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好滾冷靜地打拔 不用探心 嘴裡的講者 萬事人有天地看 只要冷靜 免嫁我賠名 是說一定會聽不懂 媽媽的願望 只要希望願平安 不管嘴裡有好呀呀算帳 也不要用我聽命命 我媽媽的願望 跟老媽媽老同款 不管嘴裡有好呀呀算帳 我媽媽一定會聽不懂 謝謝 謝謝潘佩婷 好 我們邀請建偉老師幫我們做講評 佩婷 我覺得你的音色很乾淨 非常漂亮 希望你可以有這樣的音色 然後一直保持下去 然後你現在的年紀 唱這首歌 我覺得又特別的感人 這個感人是覺得是很貼心的 不是那種悲傷的 因為本來的歌手原唱應該不是 以這個年紀來對媽媽說話 應該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去回想媽媽的好 但你在當下來唱這首歌 會讓媽媽或者是當媽媽的人覺得 哇 我有這樣的女兒 我覺得很貼心 很感動 所以這個情緒是 我覺得是你現在才能表達的 那當然如果要一些建議的話 我覺得唱歌嘛 我們一首歌三分鐘四分鐘 可能縮短一點兩分鐘 總是要有層次上面的變化 那一開始可能你的經驗比較不足 所以你在層次上面的安排沒有這麼的細膩 整首歌聽起來是保持在統一的感動 但或許後面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來表達 或許在這個歌曲的安排上面 會有更加分的效果 這個給你建議 謝謝老師 謝謝我們請荒山亮老師為我們做講評 好 婷婷 老師好 你的聲音好好聽喔 謝謝老師 很棒 我覺得你非常適合唱歌 然後 今天這首歌 我覺得有一個純真的一個感動 就是你跟媽媽的連結 我們都在歌聲中有聽到 媽媽你聽到了嗎 媽媽有聽到 那我相信你跟媽媽應該是感情很好 超好 對 但是在這個整個演唱當中呢 就是你有這麼多優點底下 你要如何 當然你年紀也還小 你慢慢要學習的方向就是說 怎麼去詮釋一首歌曲這個部分 我會建議說 是不是你可以用 比較不同的口氣變化 或是說你心裡面有一些 自己預設的一些劇情 或是說一些畫面 你邊唱邊把那個東西帶進來 那你不知不覺你的歌聲當中 就會有一些不同的 比較不同的變化會跑出來 這是我小小建議 小老師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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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